好 繼續來看到是台股生死戰 台股生死戰的話 這也在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個別題材裡頭的話 這個推薦動作會看好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遊戲規則告訴大家的話 要來看一下成績單這個績效的部分 首先看到是棕林 在棕林部分的話 冥王石有一點小度加分 不過琴泰部分讓它變成是一個負值 負的5分 但是上個大盤的話是跌了0.9分 0.9個百分點 再來要看到的是在子榮身上 子榮部分的話 上個禮拜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巨大跟核數的話 都是下跌 因為巨大部分跌幅比較深 是負的6.7分 上個禮拜大盤是跌了0.9分之多 好 馬上今天加入新鞋 一起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開始這個重要的買盤 到底重心可以放在什麼地方 我們趕快秀出來看一下 這個雷台秀 首先要看到棕林 第一個重量級 就像剛剛談話裡頭的話 還是有一些保守性的觀察 它報的是現金 是現金 輕量級是冥王石 聚在雨量級比較低價 是放在利德的身上 好 那麼子榮呢 那重量級看的是櫻花 輕量級看的是核碩 聚在雨量級 瓦城都上來了 櫻花 瓦城跟核碩的身上 等一下我們再聽聽看 子榮個別股題材的重點到底在哪裡 以及 其在我們福山的部分 重量級看的是上癮 紅灰跟帶鈴 好 這個題材性都不太一樣了 我們請福山補充一下 是的 這樣看起來好像這三家公司 並沒有一個特別的觀點 不過我著重的是 目前的台股結構來選股 那目前台股有面臨什麼 一個結構性問題 第一個就是7700點 它上不上也上不太下去 下好像也下不太來 所以它的一個整個的指數的 橫盤空間之下 我觀察其實最近 整個投信法人 他們的一個買賣超狀況 投信任養的一個小股票的 一個表現特別好 所以我用這樣的一個基礎 去尋找了這三檔 我認為如果以封關為前提的話 這三檔應該是在封關前 會相當有機會的三檔個股 那以上營來說的話 其實上營它最近一個 這個禮拜投信 剛加入一個買盤的行列 那在這個禮拜的一個漲幅 剛有突破了一個盤整區的一個現象 那其實這檔個股原本是放在 我Q2的一個觀察股裡面 那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發現它的一個代理商 8374的羅生 這個禮拜漲勢真的是非常的兇猛 那代理商漲勢這麼兇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上癮可能會有一些好消息 所以我認為最近的一個上癮 大家可以值得一個留意 那再來第二檔個股 我介紹的是 就是所謂的一個紅灰的部分 那紅灰它在第一季第二季 受惠於整個一個三星 跟所謂的一個黑莓基的一個 星基發表之下 它不管是在案件 或者是美女合金的部分出貨 最近法人都相當的看好 那當然有外資法人看好到 那目標價到75 那當然75塊我認為 到了機率 我們還要再打個問號 但是以目前56塊來講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空間的表現 那第三檔個股是3303的一個代理 那這檔個股基本上 它在前幾年都是呈現一個虧損狀況 去年虧轉盈 賺了大概1.9元 賺了1.9元 那今年呢因為它受惠於觸控面板的一個 所謂的保護膜的一個狀態 今年法人股有大概3塊錢的一個獲利 那以目前股價本益比大概只有7倍左右 來講的話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好標的 好這是在一些個別的部分的話 這是一個策略性的買盤 好我們應該再子蓉你補充呢 我是認為近期來的台股指數呢 可能會陷入整理的這個表現來說是比較多的 我是預估大約是7500點到7800點之間 來回來做一些震盪整理 所以我選擇的個股來說呢 基本上是偏向比較防禦型的個股 第一檔個股呢 是2729的瓦城這檔個股 那瓦城這檔個股來說呢 主要是受惠於說農曆春節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228的和平紀念日 總共有13天的一個放假 所以在這一段期間來說呢 大家吃喝玩樂嘛 所以對於餐飲業上面的需求來說呢 就比較大了 那在瓦城呢 它也揮軍全球 佈局呢 希望能夠有70家的一個店面 那我們從技術面上面來做觀察的話 其實呢 它也打出了三個月左右的一個大底了 而且底部呢 也是打得非常的扎實 所以呢 在外資近期以來呢 有小幅度買超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瓦城這檔個股來看的話呢 應該在這一段的農曆年期間的話 它的營收呢 可能會呈現比較爆發性的一個成長 所以呢 在封關之前來佈局這樣的個股來說的話 應該呢 在這個農曆年過完之後的 開紅盤的情況之下 應該也有不錯的表現機會 那再來第二檔個股呢 是4938的核碩這一檔股票喔 那這一檔個股來說呢 它不只是呢 蘋果概念股 那當然呢 它也接了華碩的一個單子 所以呢 它主要是在於零組件上面的一個供應商 當然在今天而言的話呢 它有一個小金基喔 就是呢 F凱勝 那5264的F凱勝呢 在今天大漲了50%上來了 那母一子貴的情況之下的話呢 其實核碩呢 可以任列它的業外的一個收益喔 那麼我們知道說 在今年度呢 我預估它的EPS來看的話 應該也有4.15塊錢左右 所以目前的本益比來說 真的也算是蠻偏低的 那這一檔個股呢 顯然真的是受到蠻大的一個委屈 那我們從技術面來看的話呢 其實WD已經是成型了 那融資呢 現在是在低檔的一個位置喔 那法人近期以來呢 也是多少有所琢磨的情況之下 那這一檔個股來說 維持高姿態的震盪整理之後呢 也有續工的空間 那最後一檔個股呢 當然是著重在中概族群裡面 當然呢 這個天氣那麼冷的情況之下呢 中國大陸呢 大家都是需要洗個熱水澡啦 所以呢 在這個中國城鎮化的一個政策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們知道呢 這個熱水器啊 或者是廚具來看的話呢 很顯然的 都是要走入每一戶家的一個家庭 那另外呢 這個日商的一個部分喔 像Noritz呢 投資8900萬的美元呢 跟櫻化之間來做一個合作的關係 那從K線上面來看的話 其實季線呢 已經是逐漸的往上來做一個翻揚的一個動作 那目前來看的話 上升趨勢線呢 延續的往上揚的情況之下 那我想這一檔個股應該也是蠻抗跌的 好 這屬於比較個別的題材的部分 我們最後要請我們的中年定理 不過中年台灣之前的話 這個重量級報導是現金喔 也符合你比較保守的觀察 可是為什麼沒有進一步有空單四頭機會呢 我基本上我認為要過年了 過年基本上就是紅包行情嘛 沒有紅包行情也要有小紅包行情 千萬不要變色好不好 所以不要變色的情況之下就是 大盤都鬼混嘛 那大盤鬼混 基本上因為大盤鬼混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高價股可能不太有表現啦 所以高價有先放現金 那再來就是輕量級那個跟雨量級 其實我認為大盤這個地方 如果說要有點保守的話 其實大盤漲時重視跌時重視嘛 既然大盤就不是漲勢嘛 那不是漲勢 就是你操作可能要重視 那冥王時 今年可以賺到五塊錢 跟他做一樣的 像鵝鵝跟巨洋 那個本益比都拉到十五倍了 那冥王時今年賺五塊的話 十五倍的話 這個價格離目前為止 可能有點高 但是呢我只給他ROE裡面 因為ROE是22%嘛 所以我只給他十二倍本益比 今年可以賺五塊 跟他做一樣的本益比十五倍 不是給他十二倍而已 這個看一看 目前應該是還有空間 而且他的線型是 還是多方線型 還沒有被破壞 那再來是Lead Lead 我今天寫的時候 他也沒有漲停板 後面後面就拉上去了 那拉上去 他現在十八點九對不對 那他到去年的第三季 已經賺兩塊 那第四季還沒有加進來 那第四季加進來 基本上超過兩塊嘛 超過兩塊 他過去賺兩塊的時候 那個ROE都超過 都是十幾% 那十幾%的話 本益比最少十倍 那本益比最少十倍的話 基本上這個價位也偏低 但是今年 我們剛講是去年 但今年呢 今年有媒體說 今年可以賺到三塊錢 那如果三塊錢的話 一樣比他本益比十倍 哇這個空間應該蠻大的 好 鍾琳這邊最問一下 我們知道說 這個除了股東權益報索率之外 其實鍾琳這選股 他也自認過他是High咖 這是能夠標的 可是 以這種股價表現來講的話 連拉的第二根 這樣的強勢的 買盤怎麼做切得會比較好 如果說會怕的話 就是震盪 我認為像這種股票 你只能震盪找賣點 因為什麼 因為他的價值來看的話 其實是蠻遠的 那如果說導播可以的話 你把這個K線 稍微縮小一點點 我們上禮拜跟大家提到什麼 我們上禮拜 是不是講到突破對不對 你看這個是不是突破 突破就上去了嘛 所以上去這個叫什麼 這個看起來應該是真突破 既然真突破的話 就是震盪找賣點 那如果說真的會怕的話 你可以觀察幾天 觀察幾天等到什麼 等到他的五日線 或是四日線 這個地方上來 上來如果說股價有震盪 或是說有拉回 碰到 基本上我認為如果說真的安全的話 就碰到十字線 但是會不會下來我不知道 也就是說什麼 如果說有碰到十字線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另一個買點 因為什麼 因為賺兩塊的話 每一比十倍 也不只這個價 如果說金人賺三塊的話 每一比十倍 哇那更遠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以他抓 我們可以抓他之前那個慣性 他之前的慣性是不是 碰到那個白色線 那彈上去對不對 那個白色那是月線 那也就是 他的慣性就是在白色那條線 所以如果說震盪 有打到白色線的話 白色線那個就是趨勢嘛 多方趨勢嘛 所以到那個地方應該是可以留意賣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外資圈的部分 今天連續第二天的賣超 今天賣超二三點五億元 當然今天賣超金額是比較小一些些 而且又是一個空單加碼進場 三千五百零五口 來到四千口OI的部分 這部分的話 請子榮幫我們掌握一下 期貨專長也是你 你的觀察裡頭的話 外資圈現在操作動向 或打了什麼算盤 我是認為說他現在呢 逐步的來出托手中持股比例 比較高的一些個股 例如說2330的台積電 那當然鴻海來說的話呢 其實他已經連續好幾個交易日 都是站在賣超的一個格局 所以呢這裡呢 特別觀察說 如果台積電的這個地方 往下持續的修正的話 那麼整個大盤呢 其實這個壓抑的空間來說 可能會比較重 有機會持續向七千五百點 來做一個靠攏 那畢竟呢 現階段呢 外資呢在期貨市場 已經累積到了四千多口 空單的一個部位了 所以如果手中有爆一些全值股的話 那我想投資朋友們呢 可能受到的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畢竟現在的全值股來看的話呢 壓力是比較沉重的 所以現在也只有單兵的表現 或者是說呢 我們的政府機關 政府的基金來說呢 這個地方能夠去 比如說跟這個外資來對坐 例如鴻海他大賣超的時候呢 他著亮的來做一些低階的動作 那至少在七千五百點季線附近來說 應該是有所支撐 那只不過現階段的 這個操作上面來看的話呢 個別股上面的表現 但是呢 絕對不要再做一些短線了 因為現在所接近的一些 產業不錯的一些個股 本益比蠻偏低的 他可能沒有辦法 在封關之前呢 就往上做急拉的動作 所以呢你現在呢 就是以佈局 然後來做買進 然後持股報勞 然後報股過年 直到這個開盤 開紅盤之後的話 那我想對有一些呢 產業前景比較好 有基本面的個股的話 應該就會有陸陸續續 有表現的空間 好 福山我們最後的叮嚀 這個大盤的行情表現 到這邊的話 擔心大腳一踹 如果如果 如果在禮拜一的開盤部分的話 如果是一個開地的情況之下 你如何的應對 剛才有特別提到 下降繼續線跌破之後 3%之內 是我的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成交量 也是我觀察的重點 那外資的部位這麼大 他要賣出來 不可能靜悄悄的賣 成交量一定會顯示出來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現在的一個期貨空單是4000口 我認為5000口是個關鍵 超過5000口 大家真的就要特別留意 好 還是要特別留心到 鍾林最後的補充呢 基本上我認為 這個禮拜就是 邊做邊看邊看邊做 然後如果說要報五過年的話 請你報基本面好的 嗯哼 報五過年聽起來是可以 不過要基本面好 好的 非常謝謝三位來到現場 感謝收看 在下禮拜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囉 謝謝拜拜